跟你說氣氧 最新的天氣保利災 繼續給時間到氣氧 佛師傅 佛師傅 在台北 災氣的風是一吋一吋 這跟風苔有關係嗎? 佛師傅請說 好 其實我們風一吋一吋一吋 主要是受到風苔外面氣流的影響 我們現在從這個風苔的圖 我們看到在海邊頂 差不多在台北東邊 810公里的海邊頂 這個風苔差不多每點鐘10公里的速度 在走 往這個施拔塞的風向走 他現在中心最強的風 差不多每廟間45公里 他的風景差不多280公里 當然他這個強度可能還會流到比較強 他現在是往沃淇娜這附近走 我們來看這個汽車的氣流來說 看他這個風苔後面的火槽是怎麼走 當然他這個強度還會變強一點 本來是每廟四十五公里 變成四十八公里 當然他這個 同樣白境是差不多是280公里左右 現在看到今天跟後日中島進場 就是八月青山進場 風苔會對沃淇娜 這製造成一些影響 我們有注意到 差不多在拜四到拜五 這個風苔走走速度變慢 速度變慢 標示他開始有一些變化 當然他這個變化是怎麼樣 我們來做的說明 另外就是說 我們差不多拜六開始 我們就收到風苔會刷去 他會刷到西南風 西南風的影響變成差不多 另外因為風苔他這樣刷過 我們差不多到拜五 台東這邊可能會有 飛修風的機會出現 我們來看這個風苔 他這個路槽的這個度 我們現在看到他這個風苔 現在是在沃淇娜這附近 我們看到他的速度 差不多在今天晚上 因為他這個環境 剛才有租到我們的這個 100公里的海域 所以我們應該有機會 今天晚上發佈海上的經步 他的暴風半徑 現在看到有機會 去繞到我們的基隆 跟北海外車 他在後面我們看到 路槽的變化有比較大 為什麼原因 我們為這個500 一張圖來做的說明 我們看到這張 我們納色的 納色的是早安看到的資料 黑色的是今天看到的資料 紅苔在走 他的北平家 這個枸杞 早安看到的到今天看到 今天看到的資料 北平的枸杞 越強 越強 越強他就把紅苔打掉 所以紅苔比較沒機會 用北平走 他沒機會用北平走 他可能要為南平走的基隆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看這兩天 北平的枸杞 他的變化是怎麼樣 如果這個枸杞 退得快 紅苔就先用北平走 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比較少 但是枸杞 變得比較強 退得慢 這樣紅苔可能 就用西平 南平走的機會 就比較大 如果要這樣走過來 對我們台灣影響 就比較明顯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明苔要特別注意 我們今天跟明苔 這個漏後的情形 其實我們今天日常受到 風台外面氣流的影響 我們今天暗時跟明苔 跟明苔 透明一樣 高雄宜蘭 變成有一些準確 一準確 一準確 當然明苔再去到晚上 我們注意到 西平這裡開始也比較會漏後 我們東平 宜蘭 發電台東 因為在山上後面 所以是比較無所謂 我們看未來這幾天漏後的情形 漏後的情形 漏後水的情形 我們差不多拜四到拜五 主要是受到風台外面氣流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這個西平這裡 漏後水比較明顯 拜五 拜六這兩天 佛更多 特別是我們拜五這裡 拜六開始到後禮拜 可能不只要到後禮拜 可能到後禮拜二 拜三 我們開始透西南風 宜蘭開始就比較有漏順 漏後時間就比較長 不是中漏後才漏 所以我們最好 給大家好朋友提醒 就是說 現在最快 應該是有期 今天暗時 發佈海上的警報 所以警報 發佈後 我們的好朋友 特別注意 這個風台 後面漏後的變化 我們今天開始受到 風台外面氣流的影響 我們西平這裡開始就比較有准火出現 比較大的風 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們拜四家 拜四家 西南部環海的地方 剛好是我們這個大漏水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漏後 環海比較多的地方 他就比較會有 海水會比較倒流 他比較會有積水的情形出現 所以這是我們要給大家好朋友提醒的地方 這個風台的這個漏槽 其實是比較難抓 所以也是要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要隨時來注意這個 最新的這個氣象的這個資料 以上是我們今天就跟你說氣象 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珠寶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